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第六小节,高四公式,也就是三大公式中的第二个公式,那么复习高四公式,大家就类比格林公式,我们来看,什么是高四公式,高四公式是这样谈的,空间中有个B区域,由分别光滑的B曲面围成,这个地方加一个修制余,少一点,分别光滑,这个什么,外侧,曲外侧, 这是条件一,曲面封闭,曲外侧,格林是什么,格林是曲线封闭,曲正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函数PKR,要在这个围成的Omitter上,要连续的一节编导数,在这两个条件下,有一个结论,就是第二种曲面积分,等于这个三种积分,你看这个地方跟高四公式完全一样, 格林讲的什么,是讲的封闭曲线,高四是讲的封闭曲面,对吧,他是正向,他取外侧,那我们根据格林公式的铺垫,我们知道,那考研考不考他,考研不考,第一个条件,这个封闭曲外侧,曲面,这个曲面封闭曲外侧,我们来总结, 曲面封闭曲外侧,这个条件一般不会封闭,那不封闭的话怎么办呢,哎,我们是不是想到了,这个补面用高四,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条件,叫PKR, 那他得连续,那如果有一个点不连续,怎么办,大家就效仿,嗯,格林,叫什么,叫挖洞,对不对,啊,他也可以挖洞啊, 那这就是补面用高四,和挖洞用高四,这两条才是考研最喜欢考的模式,对高四公式,没有人上来就直接考,怎么办,故意破坏条件,把条件一破坏,你得补面,把条件二破坏,你得挖洞, 那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实例,看一下怎么补面,怎么挖洞,看离,还看这道题,啊,就是上节课我们结束的这道题,还是229页,这道题,229页,啊,上节课咱们是怎么做这个题呢,是采用的投影法,一投二代三正负,其中间还有个细节,叫投影不能冲合, 如今拿到这个题,最好的方法也不是投影,怎么办,用高四公式来处理,我们看怎么来处理,啊,这是X,嗯,这是Y,下面还有,啊,这里有个曲面,嗯,然后呢,下面还有,下面这也有,下面也有一块,好,那你看,整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曲面SIGMA,哎,这就是SIGMA,但是它不封闭啊,那再补上谁就封闭了,你想,哎,是不是, 我们要补上这个地方,嗯,补上这个面,和谁,和里边这个面,对吧,啊,它自己占了一个湖,啊,然后呢,侧臂和后臂这样一堆,是不是就封闭了,所以我们需要,哎,这个地方补一个面,叫SIGMA1,后面补一个面,这个地方叫SIGMA2,啊,自己占一个面SIGMA,这样就封闭了,好, 人家说,这个SIGMA是取的外侧,哦,这个SIGMA是取了外侧,那是不是大家所有的曲面都得取外侧,那么SIGMA1应该怎么办,箭头是不是应该朝左,取左侧,SIGMA2呢,是不是箭头应该是朝,后,嗯,对吧,SIGMA2,箭头应该朝后,啊,这样分析,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哦, 哦,如果是这样一分析的话,那大家想,是不是所有的曲面,这三张面,是不是发向量一致朝外,这才叫外侧,这才叫整个空间体的外侧,它们放在一起,构成了谁,构成了一个OMITA空间体,对吧,这个空间体有三个面,这三个面,箭头都朝外,这就是指的取了外侧,好,于是来分析,那么原来的积分I就等于谁了呢, 啊,等于,封闭曲面,自己SIGMA,加上SIGMA1,再加SIGMA2,那还得减掉,你加谁减谁,减掉SIGMA1,还得干什么,减掉SIGMA2,然后对于,前面这三个面,封在一起,封闭了,取外侧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背基函数XYZ,是不是,在这个OMITA上,每一个点都连续,原点也连续,那这个时候呢, 满足了个高次公式,那根据高次公式,它就是谁了呢,诶,是不是三重积分,高次公式,是不是应该是,P对X的导,加上KO对Y的导,加上R对Z的导, 那这个地方是谁,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P对Y对Z,KO对Z对X,R对X对Y,所以这个地方是个R,这是R,对吧,那没有P没有K,所以这个地方是0,这个地方是0,那么R对Z的导,那就是X的乘Y, 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一个X乘Y,X乘Y,这是三重积分,好,减掉,后面的SigmaE,SigmaE的方程是谁呢,SigmaE就是XOZ面,你说对不对,SigmaE是XOZ面, 所以SigmaE,所以SigmaE上,是不是Y等于0,那么SigmaE上Y等于0,你想哈,SigmaE上Y等于0,Y如果等于0,这一下是不是0了,诶,所以一定要减个0,再减Sigma2,Sigma2是XOZ,这是YOZ面,谁为0,Sigma2上可以说是这个,这是Y等于0,Sigma1这个面,Sigma1这个面是Y等于0, Sigma2这个面,可以说是X等于0,X等于0,这个地方还是多少,那还是0,所以再减个0,那没了,所以那我要走,算这个三重积分,那么请问这个三重积分该怎么算呢,好,你看,那这个整个球上的三重积分,大家是不是可以用投影穿线法,那投影,投成DXY,这是DXDY,穿线,穿线, 你想,哦,如果是穿线的话,是不是应该从下面进,上面出来,下面的Z是谁,下面的Z是谁,下面的Z是负的根号下, 1-X方,在-Y方,上面的Z是谁,是正的根号下,1-X方,减Y方,然后呢,这个就是XY,是不是在底Z,投影穿线,三重积分, 那么再往下,后面对Z做积分,XY当常数看,所以XY搬走,上下线相减,来个二倍,二倍的根号下,是不是1-X方,减Y方,是不是底X,底Y,这是三重积分,投影穿线法, 你会发现,做到这一步,是不是跟刚才的做法,完全一样,往下就是算这个三重,二重积分了,结果还是十五分针,完全一样,对吧, 你看这里面,用到穿线,三重积分,这个三重积分,用投影穿线法来做,对吧, 一穿,由下面进,上面出,下面进,上面出,我们说曲面积分,投影不能重合, 但是三重积分,没有这个道理,三重积分,它重合也没有关系,是吧,有上有下, 下面是从这个地方进,上面从这个地方出,那就把它写完了, 所以你看这个题啊,那拿到手,肯定是用高次公式简单呀,两句话写完了,对吧, 补两个面,写清楚了,那么请大家,把228页的利益,利益这个题, 228页利益这个题,你看书上用投影法,多么的麻烦,想都不敢想, 怎么办呢,你自己用高次公式,两句话就把它说完了,特别简单,好,这是这个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看利亚这道题,这个题是231页的题, 231页利三,这个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综合题,书上怎么做的呢,书上还是用投影法来做, 我们不投影,我们用高次,看看,机构曲面积分,这个地方是谁呢, P底Y底Z,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充当了P的位置,这是P, K有底Z,底X,K有没有,那这个地方是谁,这就是R,底X,底Y, Sigma是谁呢,其中Sigma是旋转抛物面, 与Z等于0和Z等于2所围成, 那就是这样一个碗,对吧,就是这样来的, Sigma是适旋转抛物面, 介于两个平面,Z等于0和Z等于2之间的部分, 那么请问,这个Sigma到底是谁,这个Sigma, 这个Sigma是这个碗不错, 但是它还没涵盖上面这个平面, 包不包和,包不包和这个平面, 想,Sigma是谁,答,是抛物面,在人家之间的部分, 所以你这个Sigma,只是这个侧臂而已, 对不对,取哪一侧,取下侧, 所以不封密,不封密干什么,要补一个面, 补个谁,就补一个上面这个面, 叫Sigma0,取哪一侧,取上侧, 为什么,只有这样的话, 咱们两个围成一个空间体, 是不是,这个空间体有两个面组成, 一个B,一个锅盖把它盖住, 这样的话呢,这个B的箭头发现了要朝外, 因为人家说了,取下侧, 那么这个锅盖是不是发现了得朝上, 这样的话,所有的面是不是一致朝外, 这叫取外侧呀,高斯公式, 所以这呢也是补面用高斯, 解,好,我们将它表述一下, 解,那么原来的积分I, 就应该等于封闭了, Sigma加一个Sigma0, 然后呢,再减掉一个Sigma0, 好,前面取面封闭, 取正向,取外侧, 那就是直接等于高斯公式, 那P对X的球导,那是1, 加K对Y,没有K,0, 再加R对Z, 你想,再加上一个, 这是P对X, K对Y,R对Z,R对Z那是个负1, 这是个负1, 是不是DV, 然后呢,再减掉个谁呢, 是不是再减掉这个Sigma0呢, 这个Sigma0的方程是谁, Sigma0,是不是就是Z等于2, Z等于2, 这个DZ是不是就是0了, 因为一个常数的微分是0吗, 那这个地方呢, 就写着谁了,往里带, 是不是来个Sigma0, Sigma0, 哦,Sigma0, 这个DZ是0, 这个Z是2, 所以写个谁呢, 负2, 是不是DX在DY, 好,写着这一步了, 那么前面三重积分, 答是0, 后面负负得正, 是不是二倍的, 是不是二倍的Sigma0, 然后呢, 这是DXDY, 然后再怎么办, 那只能投影了, 一投, 投影, Sigma0投影, 我们都知道投成了什么, Sigma0一投, 是不是投成了下面这个地方, 叫DXY, 所以投影, DX, 一投二代, 这里面没有Z, 就不要带了, 那还是1, 那三正负来个谁呢, 是不是来个DXDY, 那人家取了哪一侧, 取了上侧, 对吧, 这是取的上侧, 他取上侧, 我们知道, 上侧投影取什么号, 取正号, 所以这个前面, 冠以正号, 这个正号, 就是投影投成的, 那么最终, 等于, 二倍的, 一座积分, 表示这个区域的面积, 这个区域是个什么家伙呢, 我们看, 这个投影不是别的, 是一个鱼儿, 是不是Z等于2, Z等于2的话, 这个胶面不是锅盖, 不是X方加Y方小1等于4了吗, 所以这个面积就是2乘, 帕阿方就是4帕, 所以最终等于8帕, 8帕, 写完了, 你看咱们教材呢, 这个题也是8帕, 但是这样做多方便, 哪里用得着教材上, 罗里巴索, 又是转面, 又是投影, 一句话, 捕灭用高斯, 对不对, 都是这样来, 捕灭, 然后呢, 用一下高斯公式, 哎, 就可以了, 捕灭用高斯的题, 这都是, 这两个题, 都是这样来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将高斯公式, 他的使用, 帮大家梳理到这个地方, 那高斯公式, 我说了, 考研有两种考法, 一个是捕灭考, 一个是挖洞考, 我这个地方没有举挖洞的题, 咱们教材上, 我发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 高斯公式挖洞的题, 那么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手上的18奖, 或者呢, 看一个真题, 2009年, 2009年, 就考虑一个典型的挖洞的题目, 跟格林公式挖洞, 它的做法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不再做最初了, 你自己各下找一个题练一下, 我们当然以后, 还会给你再去补充, 这种经典的立体, 那么这样, 高斯公式这一小节, 我们就说到此处, 在这一小节节处之余呢, 还有一个概念, 一个小公式, 需要大家记一下, 叫谁呢, 通量和散度这件事情, 什么叫通量, 什么叫散度, 打开书, 翻到237页, 说有一个向量场PKOR, 向量场通过一个曲面的通量, 是谁呢, 通量翻, 就是这个第二型曲面积分, 那同时称, 高斯公式中的三个编导相加, 叫散度, 即为DF AX, 把它记住就行了, 这种题就是四分, 考什么, 考散度, 什么叫散度, 你得记住这个公式, 就是四分, 这样来考大家, 就是考一个边边角角的冷屁公式, 别把散度忘了就行了, 好, 然后流出这个小的作业题, 上一小节二型面积分, 就是没有流, 例子呢都说完了, 大家可以稍微的再挑两个题做一下, 比如P231页, 这个补一下, 第三题, 这个得做, 然后呢, 还有咱们的这个236页, 236页第二个标题, 这个地方, 叫言任意必取面的取面积分, 为零的条件, 这个地方把它删掉, 这个不要, 不要它, 好, 那么再来, 那就是我们的例子了, 从利一一直到这个利五, 你要做一下, 利一高斯, 利二还是高斯, 利三呢还是高斯, 利四是通量, 利五是散度, 这几个话题, 通过这些题, 将高斯公式的使用, 好好的再体会一下, 包括239页, 你看第六题, 这个习题6, 好多用高斯的题, 第一道题就有五个题了, 第二道题又算通量, 第三道题算散度, 第四道题, 什么格林迪亚公式等等, 这些题呢, 大家可以挑一挑局部的, 找几个题练一下, 你比如239页, 那第一题, 你可以做什么呀, 你可以只做一些偶数的题, 或者只做一些基数的题, 对吧, 都可以基或者偶, 挑一些做一下就行了, 这是第一道题, 然后呢, 就是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以及第三道题, 把它做一下, 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暂时将, 第二个大公式, 高斯公式, 帮大家整理到此处, 那么至此, 我们就将, 两种曲线, 两种曲面, 格林和高斯, 帮大家全部梳理清楚了, 按理说, 应该结束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一章前面梁小杰, 也讲的是曲线积分, 中间梁小杰, 讲的是曲面积分, 那人民自然也想了, 诶, 那前面的曲线, 跟现在的曲面之间, 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说有一定的联系, 那就是第七小杰, 斯托克斯, 这个第三大公式, 揭示了, 线跟面, 两种积分之间的一种关联, 那么究竟是什么关联呢, 我们留到下节课, 在统一的做讲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